你好 你好 做什么工作呢 自由职业 真好 我今天是来为我男朋友生冤的 刚才大鹏老师 对不起 我这可不是法院的 然后刚才大鹏老师说到 就是工作这个问题 刚才说只工作一天 那我要说的是 我男朋友现在他的休息时间 基本上就没有 为什么呢 做什么工作 房地产 然后他现在基本上没有时间陪我 一整天的时间没有陪过我 他就天天陪着女老板在一起 男老板 男老板 他现在应该还在开会 哎呦 对 所以我想就是跟各位老板说 就加班这个问题 就适量加班 没错 但是我觉得不要过 加班费你们是应该给的 因为我们付出了劳动 然后而且加班时候 我们员工也在为你们创造效益 所以我希望各位老板能够 多给一些员工自己的私人空间 谢谢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做一个很不容易的老板 我也说两句 那个女孩子说 她男朋友很久没有陪她了 其实我作为老板 我也一直没人陪 真的 有话你说 这会儿我陪着你啊 好 那我今天就说说我的苦水 好吧 我曾经被我的美容师框 我回家哭啊 这怎么框的你啊 就是前一天嘛 比如说今天我们工作 然后她就好好的 身体状况都很好 情绪余气都很好 但是突然第二天早晨 我还没有睁眼 她打了一个电话 喂 王姐 我今天真的有急事 我说你有什么急事啊 我真有急事 我等 我今天我办完急事 我下午一定赶回店里 好 我说这样吧 我去店里等你 然后我有什么能帮你的 是吧 你面对我说 关心一下 然后 不行 我真的有急事 我现在要挂电话了 好 她就走了 对啊 就这样挂我电话了 然后再打电话 打不通了 然后我就匆匆忙忙去店里 问我的其他店员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大家说都不知道啊 然后 我就在店里面等 等到都是我的客人 那一天我退了好几张卡 好几天 也就是说她走了之后 没有人来干活 耽误业务了 对啊 因为别的美容师 都安排了他们的客人嘛 门口找俩修车的帮忙啊 我也想啊 他们手法不到位 先砸晕了 回来再收钱呗 我以后试试吧 别试